在金钱物质的迷雾中 一样的让我们因为在金钱物质的迷雾中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人生 因为我是不是这样认为 你就是异类跟我们人不一样的意思 这就好比你是不能诺 你还是坚信着一个真实的真相 还是要剥扰的那个 一个全人类的一个错误的意思 所以我们新人类 新时期的新人类 一定要更新自己大脑中的转型 一定要追寻事实真相 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你不是人云亦云 不是说我们今天民主时代 73亿人投票选举 看看到底我们来说太阳围着我们转 还是我们围着太阳转 然后就全人类投票说 我们是中心 然后太阳围着我们转转 然后全人类的动识 打成了 这是愚昧的迷雾 我们要科学的迷雾 不可以愚昧 要信实实实实实 所以不是全人类今天都认为物质的享受 物质的追寻 才是我们人类的方向 这就是事实 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 但是这几百年来 科学家讽定了95%的暗物质世界导致 也就是说 平时年前的科学家 有一个智者已经看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 他首先提出暗物质是客观存在的 不能被我们引起政策 全球的科学家起来蜂蜂攻击 说这个人神经历 根本就不是科学家 哪有我们今天一切测不到的东西 你们去翻看那个真本 看到那些人的诽谤 科学家诽谤 60年后的结果是什么 60年后居然证明人家那些人是对的 真的有暗物质存在 所以我们科学也存在于一个迷信 你们到底是要走迷信还是正信的路子呢 可自己去反思 你要用自己的心灵去寻找一个真相 宇宙的真相跟人生的真相 对得起自己这一身的灵魂 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然后寻找一个真正的真相 而不是人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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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有那个时间去吵吵鼓跳 然后乱着 还用哪一栋别宿啊 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是一类 实际上真正愚昧的是这些人 他们不知道生命是瞬间的 因为我们再多的财富 最后死的时候都变为空 而我们这些为生命进化去努力的人 为灵魂升华的人 我们的死 在死之前我们的做好安排 我们的未来一定是自主的 我自己要什么样的 我就可以做什么样的 而不像他们死的时候很荣乱 舍不得房子 舍不得自己的银行村子 然后挣扎 死也死不了 死也死不了 很难受 并常常躺着受货 他以为是小货 但是是受货 但是咱们将来走很潇洒 不行了 这个房子漏了 真的不能用了 臭皮囊一个 OK 我的灵魂要去哪里 走了 拜拜 为什么 你还老还童了 然后你走了 然后过几天 新生而诞生了 又是你 对不对 你放那笔新房子 你不是要还老还童了 就这么容易 但是你要为自己的走作 就是时刻准备的 有那一天你要走 所以走的时候不慌张 可以有通道知道怎么去选 这是真正的指责 所以是天文学的研究给我们 淡然了认知 新的认知告诉我们 人根本就在地上 人在太空中 人悬浮在地球这个星体上 所以这样的一个星体 必然的受到其他星体 对它的隐蔽的作用 所有的太阳系的星体 对地球的隐蔽 决定了地球的自转轨道 跟公转轨道 不是有一个手在拨拢的弹转 是全部都是天体隐蔽 不得我们再走 你是左右上下属 成了六合中间 那你是个气 这个气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你知道一个鼻子里面装了咖啡 它是咖啡的架子 如果只装白水 它是一个白水的架子 你的气同样是一个肉身 你里面装了什么东西 你就会展现出不同的架子 那这个怎么最好呢 是里面的生命能决定的 也就是说 你生命能的量级 是一个重量级的人物 还是一个天量级的人物 也就是说 天体在造你的过程中 你在地球上的出生的这一刻 天给你装了什么 地给你装了什么 然后你生活的人群装了什么 这是天地人三才看命 这就是八分论命 跟紫围岛树的定义 公共是科学 公共是科学 所以有些人都相信命 说我不相信命 不相信命 那些有好处 你不相信命 你相信谁呀 相信那头牛啊 就是自己能给牛啊 所有的奋斗都是我自己奋斗来的 所有的成就都是我自己成就来的 所有的能耐都是我奋斗来的 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对天你有多大的能耐 所以一个人 古人叫顺天应人 顺天应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顺着天时地利人和 去安排自己的一生 而不是要靠自己的奋斗 自己的奋斗 在于提升自己的智慧 更精准地去顺天应人 然后你就会大成功 而不是逆天行道 逆天你一定会出问题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紫围岛树八字分立 属于星象学的东西 属于星学里面的 是天面学的 它研究到我们的生命体 不只是受地球的影响 还受什么 银河系的影响 受银河系 在我们天左旋抵右旋 我们在一个灵力场合 然后我们受整个银河系的旋转的影响 所以太体图怎么成的 你看这个银河系的旋底图 跟这个太体图是不很相像 但是科学 都是你们以为的 人类创编出来的东西 它是对宇宙人生的实现的描述 孔子说 数而不做 他让人家一辈子只描述宇宙人生的实现 从来不搞创作 不搞出作 佛陀也说他一生没有说法 如果有人说他讲经说法 是为满火 为什么 因为他只是描述 他只对宇宙实现进行了描述 对人生实现 你刚才死了以后 有六道轮回的实现 在描述 你如果想超过六道轮回 你必须超越进入一阵大点 不如六道轮回 要挑出三列外 不在五行中 你才可以成功 有系列的技术方法给你 所以他说了十万八千中法 给你 看你适合哪一中法 快速哪一成 人类有很多的不同 所以每个人适合的方法不一样 找准自己适合的方法才是具体的 这个方法是让你一生成圣 一生成就的方法 你不但一生要成就 你还要去度众生 所以你要成法王 今生度众生 今生你要成就 今生成就 你还要去度众生 而不是死了以后 跑了以后再回来度 你如果跑去西方极乐世界 等你回来地球 已经没有了 为什么 地球只有五十一年的寿命 所以你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如果以大家现在的水平去 叫鞭笔 在几个世界的鞭城里面 鞭城你要经过五粮大鞋 才能进入莲花池 才能化身 才能花开建国 等你回来找地球众生 地球有在 那么 这个有一生成就法 这就是我们密宗系统的 也就是说 中国古代的唐密系统 它有一生成就法 你这一生 你得到的这种方法 可以快速成就 并且你活着成就 你要赶紧读住神 叫今生称法王 今地底部统成 这是更年经西方告诉我们 所以说 我教给大家的是这样的一些方法 就是有传承的一些方法 那么你一定要follow天 follow这个宇宙的实现 这里是星象学 它很完整 科学 但是为什么要用八字 八字是年月日时 你出生的年月日时 年月日时 我们中国古人用十天干十二的地支 把它完成 十天干十二的地支 完成之后 是一拼在一起六十个夹子 六十个夹子 那古人人生其实 古来西 所以一般的六十一个花甲 后面的十年又忽略了 那其实古来西嘛 但是现在我们不行了 现在我们都活到九十一百 所以是要重视第二个花甲 第二个日子 这个用你的天干地支 拼出来的年月日时 刚好是八字 年月日时四个 各有天干跟地支 成二 八字 这八字 这八字给出来之后 会算的人 算出的是什么 天体 也就是说 我们当下在座的各位 在听我讲的 我们这个时候 拿一个照相机拍天空 当下这一刻 天空是不是一个固定国 就这一刻 你出生这一刻 哇 一出生固定的 然后 古人怎么领导一个程度说 如何去找这么多人的 那个天体图 利用年月日 定到那一天 时空场是什么 那个时 太阳在哪里 月亮就在哪 金星火星土星木星在哪里 二八星宿 黄天怎么布局的 他用这个 啪啪啪啪 把你的星体图子 掉出来 然后 一拼 拼出你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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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 你要知道 科学 紫围斗术也是他命 所以说 这是星学 系的 我们在后面 再慢慢去讨论 只是讲一个大概 相学是什么呢 相 有站相 坐相 走相 然后 睡相 他有什么 面相 等等的 主要是有骨子 有骨子的相 阴宅有阴宅的相 今天我就跟大家去外面撞一下 有一个人西装革履 小皮鞋是正亮的 你一看 快到 有一个人穿着大裤头 摆着摆着走 然后偷偷鞋 也不像一样的穿的 你看 老大 他就不是个打工的 凭什么能看出来 你要看那个人西装革履的 应该很有钱呢 一帽虚人嘛 你看那个人穿大头裤 大裤子 走来走去 应该没有钱 为什么不是这样 内在的气质 通过一个幻象的展现 你看你并不认识他 不讲认识的 你并不认识他 我们现在去 你都可以分手 科学 所以袁天刚 为什么出名 袁天刚是唐他的博司 他皇帝怎么考他 所以你们要小心 将来有人要考你 虽然不是皇帝考 将来你们的徒子徒孙 你们身边的那些 华山问贱臣 一定会来考你 所以说皇帝怎么考他的 然后皇帝就把他最爱的一个贵妃 然后穿着宫女的衣服 把几十个宫女 扎在宫女之间 然后让袁天刚来找出皇帝 你记住 以前的皇帝是没有摄影机 没有什么照相机 他不可以见到的 不是说我认识皇帝 长得什么样子 我把它给记下来 不是 他真不认识的 然后就砸在这个 这个贵妃 就是他的那个丫鬟 就是宫兵丫鬟 能当宫兵丫鬟 一定是很清纯秀丽的人 也不是一般人 但是贵妃她套入一种贵气 所以说那么就砸在里面 让袁天刚去认 袁天刚拿眼一扫一扫就这个 厉害不厉害 不厉害不厉害 不厉害 刚才说你们都可以啊 老板跟打工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为什么她有一种贵气 那种贵气 你不要看她的长相穿 穿是一样的 她一个贵气 别人都叫贺里肌群 你一看这个人贺里肌群 那就是她 没错 为什么 在她身边的人都不有一缩缩了 知道她是皇妃 也不敢什么 就要跟她挤她 然后一看 这一个气场 那边不太一样 再一看 面相 底相 特增 就是她 所以是皇妃就佛了她 所以是这些东西要靠真功